大S在離婚一年後 爆出前夫汪小菲欠款500萬元生活費 卻也被汪痛批和新婚老公聚俊葉 住在他買的豪宅 睡在他買的床墊 不過大S終於不再忍受指控 不僅立刻歸還床墊 直接點名愛心絕羅汪 還公開銀行名系和汪小菲的借據等等 而近日又傳出大S和聚俊葉 目前已經火速搬離 和汪小菲之前同住的貫德遠見 住進大S自己買的國家藝術館豪宅 徹底切割汪小菲 展開兩人新生活 另外先前也有消息傳出 汪小菲給了大S人民幣5000萬元 兩人達成和解 張蘭在直播中得知消息後則說 前的是一個月打一個願哀 還說在兒子被罵是媽寶後 兩人就此斷聯 嗯 我們沒有連線的渠道了 嗯 就是因為 自從那個說他是媽寶男後 我們全部取關了 嗯 我們再沒有通話 如今大S一家已經搬家 張蘭也和汪小菲再次連線直播 未確診還未痊癒的汪家有打氣 看來這一系列風波也將告一段落 有了 歡迎收看 晚安 雲